OK 现在这样子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生物房子可能会有点陌生 生物房子就像我们刚刚洪处长所讲的 是有机塞皮方面的一环可以是一部份 生物房子我们看的是比较小 是有关于我现在是讲主要是以虫来讲 一般说起来生物房子是我们所谓的自然房子的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自然房子是包括有机跟无机 有机的话就是生物非生物 生物的话就包括生物房子非生物就温度 目前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外边就是自然房子已经在进行 生物房子只是自然房子的一部分 它是利用所谓的天敌 天敌是包括寄生风 寄生性的天敌 包括鼓式性的天敌 还有包括病原觉 所以三者把虫的危害能降到最低 这是它主要的问题 是人为利用天敌来防止所谓的害虫 或是我们所谓的有害生物 利用天敌来防止有害生物 由来已经有好几千年了 所以现在我们有记录的是我们最早是一个禁朝 禁朝的时候公元304年的时候 是我们中国人利用一种蚂蚁 这蚂蚁叫做onchophilus onchophilus是当时在甘菊园里面 它用这蚂蚁来 到现在还有人卖 卖这蚂蚁 然后买回来以后 去释放它在甘菊园里面 它可以防止像牙虫 或是甚至其他的 像临时怒的幼虫 所以因为有那么多年的记载 一千多年的生化这彼此 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它的特性 来防止有的生物 因为它本身是可以繁殖的 所以它是生生不息 它的永久性是很差 比如说你释放了以后 立足了 把这个坏蚁防止了以后 那你永远就不需要再释放 它可以继续存在 当然有时候我们讲说 有时候还有必要再加一点 跟它补充一下 那假如说 因为它本身有防止能力 可以跟着害种 毒害生物 可以同步的来继续生长 还有它的经济性 就是说你不像说 其他的防止方法 你必须有时候还补充一下 利用它不是用农药的话 你经常要喷 那这个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 它的用备可能比较高 但是后来成功立足了以后 它的有效性是不但是拥有的 而且是比较经济的 比较符合经济的 还有它的安全性 假如经过好好的筛选以后 释放出去的偏敌 对于环境 对于人体 是不会造成危害的 因为生物防止之所以 常常有人说 假如生物防止 害虫被防止了以后 那个生物防止的 所有生物防止体 将来变成什么 会不会对人体有害 这答案是否定的 是不会的 为什么呢 它所谓标准是防止 而不是所谓的 irritation 是消除 所以害虫 或是有害生物 会仍然继续存在 那这样的话呢 生物防止体 或是天敌 它就有食物可以吃 等于说 它不会把 我们的所谓的害虫 完全消除 所以它仍然会 害虫仍然会存在 所以呢 它的 有害生物体 会仍然存在 或积极存在 所以这个安全性呢 对人 对于我们生态的危害 是会打的最少最少 我这个要强调一点 就是经过 很仔细的筛选过后 才释放 假如说你没有 经过筛选 释放的话 有可能造成 危害 所以这是非常小心 所以目前台湾 有两个地方 有所谓的 Quanty Laboratory 就是可以做 做简易方面的筛选 一个是在农事所 目前 平革大 新盖了一个 目前还没有经过 重症环境期的设可 所以平革大的 还不能使用 还有呢 我们国家 要建立一个 国家的 一个检疫室 应该是在桃园附近 这个目前还没有盖好 这盖好的 规容蛮大的 所以这是可以利用 这个检疫室 来筛选 来做研究 然后释放出去的天体 就不会造成危害 事务方式 刚开始我说 假如说 在初期要筛选 要从国外运进 筛选 然后释放 所需要的费用 也许蛮高的 因为你肯定要派人出去找 派人出去找天体的话 这个费用 你要他的十一 住行都要付 所以费用可能很高 回来以后 又再进度筛选 要人员来配合 还有设备 然后释放以后 你还追踪 所以刚开始 可能会比较 花费比较大 但是一旦立足以后 等于说 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它有没有就存在了 所以目前 有人估计 这个 它的益处 它的等于说 效益 成本效益 就举例 这个 我们的 在例如 在下围 在这个 Bernacle Scale 还有 Shirking Scale 在Tanzania 在非洲 还有 Shirking World 在巴西 这个Bernacle Scale 在下围 还有Shirking Scale 在Tanzania Shirking Boar Coconut Lip Piner 每个地方 它所借用的 这个费用呢 增长的 它都一一把它 做估算出来 比如说 这个费用 可以提升很多 台湾 台湾在做生物房 是时间也蛮长的 根据历史的记载 是从1909年 从1909年 书目搜到 Dr. Shirking Shirking 以前是在我们 总督府的一个 昆虫学家 它来从国外引进天地 所谓从国外引进天地 为什么要从国外引进天地 为什么害虫 一到一个新的地方 会变成害虫 这是一个值得 值得探讨 因为 在本地 它原产地 这种有害生物 之所以 不会造成很大的 因为 大部分是因为 它的天地存在 但是一旦 它从一个地方 或是经过人为的 或是非人为的因素 它引进到新的地方 好比说 从非洲引进来到台湾 我们讲 举个例子 我们讲 那个福寿楼 福寿楼很可能 从阿吉吉兰那边引进来 从阿吉吉兰引进来以后 就在我们这边大发生 大发生以后 因为它没有天地 所以大发生 所以 因为这样子 它可以从原产地 去找它的天地 然后把它引进到台湾 然后经过筛选 然后假如说 适合的话 我们释放 所以这种 我们叫做 classical biological control classical biological control 之所以 目前有这种成就 就是因为 有人继续的存在 有人继续的研究 还有经费的支持 很厉害 台湾 因为是岛屿 跟夏威士 非常类似 也是岛屿 所以两个地方 这个害虫的引进 通常一年最起码有一两 一两是非常严重的害虫 所以这两个害虫呢 假如说 我们从国外引进天地来 来释放 然后防止的话 成功率 可能性非常大 我刚才讲说 因为这个数目多一呢 也觉得说 应该可以 从国外引进天地来 防止 所谓的 Carpin Cushing Scale 这个村民接壳虫 这村民接壳虫呢 是当时在柑橘上 是很重要的一个害虫 所以呢 它从这个 纽西兰 或是澳洲 引进这个 Rodoria Carpinalis 这个是一个调虫 可以防止 这个Carpin Cushing Scale 还有另外一个 Cryptolemos 这个也是一个调虫 那 从国外引进 台湾呢 总共有四十四种 它从成功的占有 是三十四个percent 所以成功一组的 就占总数的 四十七点八个percent 所以台湾这个 四十四种 这个introduction呢 是经过很多年 从1909年到现在 所以呢 这个是 农事所的 罗干生 罗主任呢 他把它汇集起来的 从1909呢 从西兰引进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Betella Beetle 就是Rodonami Carpinalis 是一个调虫 它的房子是 I say a Purchase 是村民这个种 然后呢 从夏威 引进 这个 大概有些人会知道 就是说 Yucanitina Rozier Yucanitina Rozier Yucanitina Rozier 就是我们的 玫瑰瓜牛 玫瑰瓜牛 从夏威引进来 是主要房子 非洲的瓜牛 还有呢 从美国引进来 是一个 是捕蚀性的蠻类 像 Ambrusius 它引进的主要是 也是来防止蠻类 OK 因为这个 罗主任 是本身研究是蠻类的 所以它对蠻类的 兴趣比较高 OK 另外呢 还有好几个 像 像古巴音 这是Vegas 是一种 寄生棉 这是从古巴引进来的 还有我要 举例就是说 从夏威引进来 是一种寄生 寄生风 主要是防止我们的春夏 等下我有个 有调队的时间的话 我可以放给你们看 还有另外 我们的 枪胶弄叠 这是从夏威引进来 一种 一种寄生风 这是Cotisius Eronautic 这是一个小寄生风 另外还有一个 也是我们相较弄叠的 相较于台湾 夏威 夏威 做圣皇子的历史 稍微久一点 夏威是从1890年 他们当时 Kind Kawa David Kawa 他自立一个法令 这是非常早的 这是非常早的 他对 Law of Hawaiian Island 是防止害虫的引进 这是相当早的 从那时候开始 夏威 第一个引进来 也是 Rodoria Cardinalis 也是澳洲条虫 也是要防止 春夏克虫 当时 为什么有Rodoria Cardinalis 主要有一个叫做Albert Kublin 这个人 他是一个中欧的人 他来到美国以后 有一个叫做Wiley 这个人把他雇用了 Wiley当时是 Rodoria Cardinalis 他把他雇用了 他把他雇用以后 因为这个人 对昆蟲方面的研究相当不错 他就把他找来 当时 加州 因为加州 刚开始在种柑橘 结果是 因为有一个 村民借口丛 基础把柑橘搞垮 所以他把Kibli 就派到加州去 Kibli当时是想说 应该到澳洲去找 找天敌 因为他这个 村民借口丛的 原厂体制在澳洲 但是呢 美国当时 有一个法律 因为是 Wiley的关系 因为他常常出国 美国就 通过一个法案 就是说 今后美金不能用在国外 所以他就不能出去了 后来他是另外一个 有一个Export 有一个博兰会的关系 他出去了 他澳洲去找什么 找天敌 他是代表黄之一 本来是参加博兰会的 他去找天敌 主要找的就是 澳洲博主 所以呢 夏威夷 因为他后来被 被老板吃醋了 因为他做得太成功了 结果他到夏威夷 被认为夏威夷第一任的 夏威夷的昆虫学家 所以从那个开始 他就引进天敌到夏威夷去 夏威夷从 从 1890年到1988年来 总共引进了 他的Attempt 他吃了 849次 总共引进是 681种 台湾市总共引进 44种 所以呢 这个差别相当大 所以其中呢 他成功的是有254种 相当于37.3 这个37.3的成功率 在世界上是最好的 目前 在世界上最好 所以呢 完全达到生物防治 你用生物防治来防治害种 有38例 比如说你根本一滴农药都不需要用 但是呢 另外有13例的 是需要所谓的实质的防治 这个substantial control 就是说 有时候 你需要有 其他的防治方法 包括农药 所以呢 这个 他的防治 仍然是有效 是很 非常重要 所以呢 夏威夷在 生物防治做了 将近一百多年的 历史的话 他就在国际上是 是公认的 我呢 大部分 把它稍微做一个整理 我不要一个一个讲 因为不可能 主要 有几个 我是说 是比较重要的 大概有机会 我再跟各位做参考 刚刚讲是 I saw you purchase on 另外 OK 这个 TreeShop Nissar be do 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 没关系 等下 我有那个 有那个 slide 可以让你看 那 狮子防治的话 刚刚是38种 现在是 13种 13种 狮子防治 我不可能 一个一个讲 OK 这就是 刚刚我讲 这个 我们夏威夷成功 非常成功的 就是 罗群粉丝 罗群粉丝 在台湾也 也有 而且 在龙市所 也做了 生物防治 做了很多 目前 也蛮成功的 所以 有些地方 已经算是 不是那么严重 这是它的 诱者 这是它的 勇气 这是在 潘石流 受文害的 情况是这样 夏威夷当时 在1978年 发生 这个 在罗群粉丝的时候 高度效率的时候 你看 很多 芒果 芒果像风的那一面 是灰白的 不是很深 白色 不是很白 在背风那一面 就完全是盖 所以当时 州长要在 他的官邸 要招待客人的话 不可能 为什么呢 他那个 那个粉状 一直往外飘 一直飘到 你他吃的食物上 所以这个问题 相当大 那个 水吃 游泳池都盖了 所以夏威夷是从 火星里 从西印度群岛 引进 吉尘峰 这是其中的 Axia 还有呢 他也引进 飘虫 这是死的 这是熊的 这是熊的 这是死的 这飘虫 为什么倒过来 因为假如说 直的话 就扁扁的 这是scanning的关系 夏威夷引进 这个飘虫 飘虫 对这个生虫 是很难重要 因为 他一引进来 释放以后 一直就在那里吃 把这个 机主的吃光 他才迁移 相较于 这个飘虫 刚刚的 季生风 一释放以后 马上就 就扩散 所以很快的 我们当时 就把 这个 国际粉丝 防止 我当时 因为这个 螺旋粉丝的关系 常常上电视 因为这样 很多人都说 这是 我从国外引进来 要 因为有人 抽大麻 这大麻呢 也是我们 螺旋粉丝 很好的一个技术 所以抽大麻的人 如果是我 我从国外引进 螺旋粉丝 为了防止大麻 这条虫 这是熊仔 现在在吃 这个 这也是 宽石油 这个树你看 刚开始的时候 还没防止 是摆设的 这个防止油 现在是变成这样 目前 螺旋粉丝 在下围 仍然存散 但是呢 就没有这种现象 就是说 危害那么严重 刚刚讲了 我们的 香蕉弄蝶 香蕉弄蝶 在台湾也有 也有 也从夏威 引进的 自身工 这香蕉弄蝶 这是它的软 所以它 肉蟲 肉蟲是把它捲起来 又在里面吃 还有呢 这是香蕉弄蝶的肉蟲 那这个呢 这是它的小蝶蝶 有一个小蝶蝶 寄生在香蕉弄蝶的肉蟲里面 以后呢 它最后一点 把它出来 它出来 又在体外化用 这个是虫蝶 这是有害生物 这个香蕉弄蝶的手蝶 这是它的寄生蝶 一出来是好几百次 等于说 它缠那么多蓝 而这个不是所谓的 多胚胎的 不是polyonics 这是它缠 每一个蝶 都是它缠 对 是当时的夏威 这个香蕉弄蝶 围纳的 把所有的叶子都卷起来 以后呢 几乎叶子都掉光了 就没有 这是防治以后可以理解 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讲的 在1973年 夏威夷发生 这个是 说几书是1965年 1965年 所以1965 香蕉弄蝶是1973年 在1965年发生的 这是我们的 所谓的 历春象 历春象当时 发生以后呢 它的技术 是 数目相当多 非常近人 包括澳洲古草 澳洲古草 各位想要知道澳洲古草 它成熟的果 这个澳洲古草 那个核子强上硬 这不可能 它不可能危害 但是在 还没有 成熟的 那个古草呢 它可以 危害 所以呢 我们从古巴引进来 是基森峰 刚刚这个基森峰呢 这主要是 基森在这个 村下 它 产卵 这个每个卵 都是基森银 这是基森银的 收产的 但是到后来 这一支 会成功的发展 会发育 当初 所以有些人说 这是对 明年的 不是很 经济 这是基森峰 基森峰 台湾也从夏威 一进这种基森峰 这是软基森峰 软基森峰 基森 差不多可以达到 100% 我今天主要做的 主要是说 把台湾跟夏威 做的比较 生活方式做的比较 在政策上 夏威夷每年都有经费 公募议算 每年都便计算 除了资源在夏威夷做后勤工作的那些昆崇学家以外 它有两个 这个 就是派到世界各地去找天敌 它一出去 第一天从来算洗 每一天都是出差 所以经费是相当庞大的 但是这里每一年就有 看了出去以后 然后从国外引进天敌筛选 然后经过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管制以后 才释放 所以这个是 非得有公募议算来编练 不可能 台湾商交一阵 台湾是每年都有计划 有计划的公司来编练 计划有的话就做 计划没有的话就不做 如果断断续续呢 这效果是不大 还有呢 这个 检疫师的建议 检疫师的建议 下位是 从古以来就有检疫师 这检疫师非常重要 因为你不要释放 那些不应该释放的 困索 所以呢 它进行检疫 观察 筛选 各项的研究 然后才评估 这非常重要 目前我们台湾 要成立国家级的实验室 是对的 所以早就应该成立 除了这个国家级以外 我刚刚讲 农事所有一个 比如到现在有一个新的 还有 我们的政策 我们的政策 很习惯 所以不小是所制定的 我们要是 从国外在实验室里面 培养的 我们才能引进来 我去评众 那你有没有给人家钱呢 你请人家在国外 又释养的话 你难道不付钱吗 想说不付钱的话 是不是只有透过个人关系 才可以人家帮你养 那假如别人 没办法帮你养的话 真不错 就不错了 所以这个政策是非常奇怪 那把我们的检疫室的功能 完全否定 我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一种 政策 所以呢 我是说 生物房子 绝对不是一个万灵灾 也不是所谓的 所谓的 它不能解决 任何害群的问题 稍微做了那么多 它的成功率 只有37.3% 37.3% 所以呢 我们还有 四个 所以它不是万灵灾 也想说成功的当时一劳文武 但是呢 想说不成功的话呢 怎么讲 也就是一次火起的事 所以呢 我们需要一个很深厚的研究基础 还有参与的计划 目前台湾是没有 完全没有做extension方面的 事物房子完全没有 这点是 一切是不设的 真好 所以我是建议说 政府应该 丁立经常性的公佣算 来支持事物房子 还有呢 在北中南 应该有一个 因为我们地理上 使用比较大 效率小 但效率小 我们已经有 有病害的 有虫害的 这个天体的 一个 筛选的准次 台湾是还没有 所以呢 我们应该建议 一个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SOP 这才可以 使得我们的 筛选过后的 所释放的 绝对不会造成危害 还有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 很健全的 一个审核 是不是可以释放 天体是不是应该 可以释放 有这个评估的 一个过程 还有呢 我们应该定期 举行的 研讨会 来检讨我们 到底做的情况 什么 所以我现在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把这个生物房子 台湾的 跟夏威处 很简短的比较 我希望这个 我讲过以后呢 我不做生物房子了 所以这个对我影响 应该是最少 谢谢你